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从本集开始,我们将进入到终身成长第四章的内容分享,体育冠军的思维模式。 在体育界,大家都相信天赋,特别是专家们也这样认为。 其实,与生俱来这个概念本就是从体育界传出来的。 一个人看上去就像个运动员,行动起来像一名运动员,他就是一名运动员,完全不需要努力。 这种对天生才能的信念非常强烈,以至于很多教练和球探只去寻找那些天生的运动员,运动队也会竞相出高架去招收这些运动员。 比利比恩曾经就是这样一名天生的球员,每个人都会认为他会是下一个贝比鲁斯。 但是比利比恩却缺乏一样东西,冠军的思维模式。 正如迈克·刘易斯在《点球成经》中告诉我们的一样,还在读高中二年级时,比恩就是篮球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同时是橄榄球队四分位,也是棒球队最棒的基球员。 在全美难度最高的一次联盟赛中,打击率达到0.5,他非常有天赋。 但每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比恩就会破坏身边的物品。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喜欢失败,而且似乎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失败。 当他从职业棒球小联盟比赛打到大联盟比赛的时候,情况越来越糟糕。 每一次上场基球都是一场噩梦,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可能丢脸的机会。 每一次基球失败他就会崩溃。 因为一个球探说,比利认为他是永远不可能打出界外球的。 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呢? 比恩有没有尝试用建设性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呢? 没有,当然没有。 因为这是一个固定性思维模式者的故事。 天才不应该需要努力,努力属于其他人,属于那些缺乏天赋的人。 天才不会寻求帮助,那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软弱。 简言之,天才不会去分析自己的缺陷,并通过训练和练习弥补缺陷。 他们一想到缺陷这个词就足够害怕了。 受固定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比恩被自己超凡的天赋困住了。 作为球手,比恩一直没能走出固定性思维模式。 而作为一名极为成功的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总经理, 比恩走出来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比恩在大小联盟打球时,身边有另外一位与他共同打球, 共同生活的球手,伦尼·戴克斯特拉。 戴克斯特拉没有比恩那样身体上的天赋或者天生的能力, 但比恩很敬畏他。 比恩后来形容他说,他没有失败这个概念,而我正相反。 比恩继续说,我开始了解一名棒球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知道我不是,伦尼才是。 在经过观察、倾听和反复思考后, 比恩终于明白人的思维模式比天赋更重要。 此后不久,他所在的团队开创了招收和管理球员的新方式。 他开始意识到,得分,这个是棒球比赛最重要的一点。 更多取决于做事方法,而不是天赋。 凭借着他的洞察力, 比恩作为2002年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总经理, 带领他的团队在一个赛季中赢得103场比赛, 获得分区冠军。 并且差一点就打破了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连胜记录。 而他们团队的总薪酬却在全联盟里排倒数第二。 他们没有花钱买天赋,而是买到了思维模式。 身体上的天赋不同于智力上的天赋。 身体上的天赋是显而易见的。 身高、体格和灵活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训练和培训也同样显而易见。 他们带来的结果也一样明显。 你可能觉得这打破了天才的神话。 你可以看到只有一米六高的蒂尼伯格斯在NBA打球。 道格弗鲁迪一名矮小的四分位, 曾效力于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和圣地亚哥电光队。 你可以看到皮特格雷一名独臂的棒球运动员打入了大联盟。 本霍根,姿势不够协调,却成为最优秀的高尔夫运动员之一。 格伦坎尼安,著名的中长跑运动员,腿曾经因为烧伤被严重损坏。 拉里伯德,曾经缺乏速度。 你可以看到这些矮小,不够协调,甚至带引号残废的运动员们做到了这些事情, 而一些天才型选手却没能做到。 这难道没有告诉我们些什么吗? 拳击运动员需要接受对身体条件的测量, 这叫水平等级。 是一种确认天生身体素质的方式。 这些测量包括拳击手拳头的大小、臂长、胸围以及体重。 穆罕默德·阿里并不符合这些测试的标准, 他并不是天生的拳击手。 他速度很快, 但是他的身体素质并不够格成为一名优秀的拳击手。 他力量不够,姿势也不够标准。 事实上,他打拳的方法完全不对。 他没有用胳膊和手肘去抵挡对方的攻击, 出拳很业余,也没有护住自己的下巴。 他会整个身体后倾去躲从正面打来的拳头。 何塞托雷斯形容他这个方式, 就像一个站在铁轨中间的人, 想要躲开从正面开来的火车, 而不是向铁轨两旁躲, 而是往反方向跑。 索尼利斯顿,阿里的对手, 是一个天生的拳击手。 他符合拳击手的一切条件, 身高、力量以及经验。 他的水平可以说是传奇性的。 很难想象阿里会打败索尼利斯顿, 那场比赛被认为很荒唐, 当时体育场只坐满了一半人。 但是阿里除了速度快以外, 头脑也非常聪明。 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大脑, 而不是他的体力。 他观察他的对手, 并攻击其精神上的要害。 他不仅学习了利斯顿的格斗风格, 还仔细观察过他在拳击场外, 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几乎读了所有关于他的采访, 我和所有他接触过说过话的人聊天, 我躺在床上将这些信息联系在一起仔细分析, 尝试弄清他的思维是如何运作的, 然后用这些去对抗利斯顿。 为什么阿里在每场比赛前看上去都疯疯癫癫的? 托雷斯说, 因为他知道将对手击倒的致命一击, 必须是他们无法预测的。 阿里说, 必须让利斯顿认为我疯疯癫癫的, 这样我就可以做任何事了。 他除了看到我的嘴之外, 其他什么也看不到, 这正是我想要的。 穆罕默德阿里说, 像蝴蝶一样轻盈, 蜜蜂一样攻击, 你的拳头打不到那些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阿里击败了利斯顿, 创造了拳坛的历史。 一名著名的拳击经纪人在回忆阿里时说, 他是一个矛盾体, 他在拳击场上时身体的动作完全不对, 然而他的大脑却总是精确地运转。 这名经纪人脸上挂着微笑说, 他向我们展示了所有的胜利来源于这里。 他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前额, 然后举起两个拳头说, 不是这里。 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身体先天条件优越的看法。 我们现在回头看阿里, 利用我们后来对他的认识, 才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出色拳击手的身体条件。 很意外, 他的头脑如此清晰, 他可以写有趣的诗夸奖自己, 但我们依然认为他的伟大成就, 依靠的是他的身体素质。 我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专家们一开始没能看到他身体上的这些优势呢? 好, 各位朋友, 那你对天赋和后天努力这两件事情的看法, 又有哪些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分享。 继续跟大家分享冠军的思维模式。 我们来说一说迈克尔乔丹。 迈克尔乔丹也一样, 他不是一个天才, 而是最努力的运动员。 可能在整个体育史上, 他都是最努力的。 大家都知道, 迈克尔乔丹在高中时被校队淘汰了, 现在我们会嘲笑当年踢他出校队的教练, 他没有进入他想要效力的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这些人是不是太蠢了? 最初可以选择他的两家NBA球队也没有签下他, 多么愚蠢的错误呀。 那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有史以来最棒的篮球运动员, 于是认为在当初这一点应该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我们看着他的时候, 看到的是了不起的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 但在当初他只是普通的小球员迈克尔乔丹。 被高中校队淘汰后,乔丹非常郁闷, 他的母亲说, 我对他说,让他回学校好好训练。 他真的按照母亲说的做了, 他每天早上六点就离开家, 在上课前抽空练习, 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时候, 他不断弥补自己的弱点, 他的防守动作控球能力和投篮, 他的教练对他远超他人的努力感到惊讶。 一次,在球队输掉季后赛最后一场比赛后, 乔丹不断地练习了好几个小时的投篮, 他是在为下一年的比赛做准备。 即使他后来功成名就, 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运动奇才, 他的艰苦训练仍然是出了名的。 公牛队之前的助理教练约翰·巴赫就说, 他是一个不断想提高自己天赋的天才。 对乔丹来说, 成功源于人的头脑, 坚韧的意志和决心比某些身体上的优势更强有力。 我经常这么说, 我也是一直这样认为的。 但是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看到乔丹时, 只能看到他完美的身体素质带领他走向成功。 说完乔丹, 我们再来聊一聊贝比鲁斯。 现在看来, 贝比鲁斯肯定没有完美的身体条件。 他有着人尽皆知的好食欲和一个巨大的肚子, 快要撑破他的洋鸡对对服。 难道这不更说明了他是个天才吗? 前一晚尽情的胡斥海赛, 第二天就能打出本雷打? 贝比也一样, 并不是天才。 在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 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基球手, 他有很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来自他每次挥舞球棒时倾注的全部精力。 当他找到感觉时, 球就打得非常漂亮, 但他的发挥总是反复无常。 他确实有着令人惊讶的酒量, 可以吃掉成人难以想象的大量食物。 在一顿大餐之后, 他还可以吃掉一整个或者好几个派作为甜点。 但在他需要的时候, 他也会去锻炼。 很多个冬天, 他在整个非赛季的时间里都待在健身房里健身, 为了变得更苗条。 事实上, 在1925年的赛季之后, 他看上去好像风光不在了, 于是下定决心要减肥, 并且成功了。 从1926年到1931年, 他的打击率保持在0.354, 每季本雷达平均数量50只, 155大点。 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克里默说, 鲁斯展现出了有史以来最稳定、 最好的水平。 从1925年的低谷之后, 贝比鲁斯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 这都是通过他的自我锻炼达到的。 贝比鲁斯同样热爱训练。 事实上, 他一开始加入波士顿红瓦队的时候, 每天都想进行击球训练。 这让有经验的老球员很讨厌他。 他不仅仅是个菜鸟, 还是个菜鸟投手。 他以为他是谁, 还想加入击球训练。 在他后来的棒球生涯中, 他有一次被禁赛了。 这件事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他们不让他继续训练, 让他感到非常伤心。 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泰·科布, 则认为投手的精力有助于鲁斯培养他的击球能力。 为什么作为投手的精力会帮助他击球呢? 他可以在本蕾板上试炼。 科布说, 没有人会在乎一名投手是否会三振出局, 或者看上去击球水平很差。 所以鲁斯可以尽情挥避, 如果他没有击中, 没关系, 随着时间流逝, 他越来越了解如何去掌控挥避动作并击中那颗球了。 当他成为一名全职的外野手的时候, 他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 我们依然相信史蒂芬·杰伊·古尔德所说的, 大家通常认为球员都是大块头, 无需努力就能自然地展现出上天赐予他们的天赋。 那么, 威尔玛·鲁道夫呢? 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短跑和激励赛中获得三美金牌后, 他被称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人。 而在小时候, 他的身体素质远远算不上有天赋。 他是一名早产儿, 家中有22个孩子, 他排行20, 经常生病。 他4岁时因为长期与肺炎、 心红热以及小儿麻痹斗争而差点夭折。 有一条腿因为小儿麻痹而接近瘫痪。 医生说, 他的腿好起来的希望非常渺茫。 8年的时间里, 他努力地进行着物理治疗。 到12岁时, 他拜托了腿部的支撑器, 开始正常走路。 如果这都不算是给我们上了一课, 告诉我们身体技能是可以被培养的, 那什么才算呢? 他后来立即将这个成果运用到了篮球和田径上。 尽管他首次参加田径运动会全部实力。 后来, 在他的运动生涯大获成功之后, 他说, 我只希望大家记住, 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杰西·乔伊纳·科西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棒的女运动员。 从1985年到1996年初, 他赢得了参加的所有七项全能赛。 什么是七项全能赛呢? 这种比赛耗时两天, 包含七个运动项目。 100米跨栏、 跳高、 牵球、 200米赛跑、 跳远、 标枪和800米赛跑。 难怪七项全能赛的冠军会被称为世界上最棒的女运动员。 后来, 乔伊纳·科西在体育史上赢得了六个最高分, 打破世界纪录。 他凭借七项全能项目赢得两次世锦赛冠军和两枚奥运会金牌。 如果算上其他比赛项目, 他一共获得过六次冠军。 他是天生的运动员吗? 他确实有天赋, 但在他田径生涯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的成绩都远远落后。 他努力的时间越久, 跑得就越快。 但他依然没有赢得任何比赛。 最后, 他终于开始迎来胜利。 什么变了呢? 一些人将我的变化归功于遗传定律, 但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付出了大量努力, 是我在骑马道、 街边人行道以及学校走廊上 努力的结果。 想到他不断取得胜利的秘诀, 乔伊纳科西说, 看到自己进步会让我感到兴奋和受到激励。 在得到六枚奥运奖牌 五次刷新世界纪录后, 我现在有这样的感觉。 在初中刚开始参加田径比赛的时候,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他取得最后两枚奖牌的时候, 正经历哮喘, 腿部经键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并不是天赋让他走向成功的, 而是思维模式的功劳。 好, 各位朋友, 那这三位体育界的著名人士, 针对天赋和努力, 你又有哪些自己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 一起分享。 天才无需努力。 以前有过一种说法, 高尔夫球员不能进行体能训练, 如果你增强体力, 便会失去基球时的手感。 这一说法直到泰格伍兹的出现, 才被打破。 伍兹拥有自己的体能训练计划, 并进行大量的练习, 他斩获了各项锦标赛的冠军。 在一些文化里, 人们若想通过训练来提升自己天生的能力, 经常会遭到非议。 这些文化认为, 你应该接受你人生所在的高度。 这种文化应该会视莫瑞·威尔斯为眼中钉。 威尔斯活跃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是一名迫切希望成功的棒球手。 他梦想着成为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员, 但他的问题是基球技术不够好。 所以, 当洛杉矶到齐队和他签约后, 依然只让他去附属的小联盟球队打球。 威尔斯骄傲地向他的朋友们宣布, 两年后, 我会在布鲁克林和杰基罗宾森并肩作战。 但是他错了。 尽管他如此乐观地预言着自己的未来, 并每天进行艰苦的训练, 他一直在小联盟打了八年半。 打完七年半的时候, 球队经理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他告诉威尔斯, 你已经经历了七年半的低潮期, 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在那之后不久, 当倒棋的游击手脚趾受伤后, 威尔斯被叫去填补这个空缺, 他迎来了他的机会。 他的基球技术依然不够好, 但他不想放弃, 就去找伊磊教练寻求帮助。 在威尔斯的日常训练之外, 他们每天还会一起训练几个小时。 但威尔斯还是不够好, 即使是意志坚定的威尔斯, 此时都想要放弃了。 但伊磊教练不允许他放弃。 现在他在技巧方面已经准备就绪, 需要锻炼的是他的思维。 他开始击球, 而且开始用极快的速度倒雷。 他研究对方投手和捕手的动作, 寻找最好的机会倒雷。 他开发出迅速有力的起跳和滑蕾方式。 他的倒雷开始扰乱投手, 甩掉捕手, 让粉丝激动不已。 接着, 威尔斯打破了泰科布保持了47年的记录。 在那个赛季, 他被评为全美联赛中最有价值的球员。 你可能认为, 体育界人士应该能够看到训练和进步之间的联系, 看到运动员头脑和表现之间的联系, 不应该再反复强调他们体能上的天赋之差。 但他们似乎拒绝看到这些事实。 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说, 这也许是因为比起后天锻炼所获得的能力, 人们更崇尚天生的才能。 在我们的文化中, 无论怎么强调个人努力和自我提高的重要性, 人们在心灵深处依然崇尚天赋。 我们喜欢将我们的冠军和偶像想象成超级英雄, 觉得他们天生就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希望将他们想象为通过努力, 才让自己变得杰出的普通人。 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 因为这么想会让他们看上去更了不起。 即使一些专家愿意承认, 人的头脑在成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们依然坚持相信一切都来源于天赋。 关于这一点, 我再写一篇关于圣路易斯公羊队的跑风 马歇尔·福克的文章时感受颇深。 福克是连续四个赛季中, 第一个带球跑动马术和接球马术, 总计达到两千的球员。 那篇文章是在2002年超级晚的前夜写的, 内容是福克的一项惊人技能。 他可以知道比赛场上每个球员的位置, 即使是场上22名球员跑动或摔倒乱作一团的时候, 他不仅知道每个人在哪, 还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以及即将做什么。 他的队友说他从来没有出过错。 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福克说他花了多年时间观察橄榄球, 在高中的时候他甚至在球场上当小贩, 他非常讨厌这个工作, 但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看到专业的橄榄球比赛。 看球赛的时候他总是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跑背到这里,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攻击,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他们为什么那样做。 福克说, 这些问题让我更深刻地了解橄榄球。 作为一名专业球员,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发问, 更深入地探索橄榄球载的运行方式。 显然, 福克认为自己的技能是他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努力学习带来的成果。 但其他球员和教练是怎么样认为的呢? 他们认为是天赋。 马歇尔是我见过的所有位置上的球员中球伤最高的一位。 一位资深的队友说, 其他队员把福克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防守路线的能力, 看作智者的天赋。 大家对他的才能感到敬畏。 一名教练说过, 这需要天生在橄榄球方面拥有高智商才能做到。 好, 各位朋友, 您认为天赋和努力哪一个更重要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讨论分享。 秉性 有一些天才运动员不是从一开始就看似拥有天赋吗? 是的, 但是对比利比恩和约翰·麦肯罗这样的人来说, 这种天赋有时反而是个祸害。 所有对他们天赋的称赞, 让他们感到无需努力提高自己, 使他们轻而易举地陷入了固定型思维模式。 1976年奥运会十项全能赛的金牌得主布鲁斯·詹娜曾经说, 如果我不是小时候患有阅读障碍, 我可能不会赢得比赛。 如果我阅读能力好一些, 那么一切对我来说都容易一些, 体育也容易一些。 那么我可能永远也意识不到, 生活中的成功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 这些天才们因为自己拥有的优势而得意忘形, 不去学习如何努力奋斗以及如何面对挫折。 佩德罗·马丁内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作为波士顿红袜队的优秀投手, 当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候, 马丁内斯却自我毁灭。 但这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就是一个人的秉性。 一群来自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的体育记者坐飞机前往波士顿, 我也在飞机上。 他们要去报道2003年度美国大联盟季后赛, 纽约洋基队对波士顿红袜队的第三战。 我们当时就在谈论球员的秉性, 大家都认同的是, 波士顿的记者也不情愿地表示同意, 洋基队的队员拥有这种特质。 此外呢, 他们还回忆起洋基队两年前给纽约人带来的影响。 那是在2001年10月, 纽约人刚刚经历过911事件, 我当时也在纽约, 我们都惊魂未定, 需要希望。 整个城市需要洋基队去努力追求并赢得总决赛的奖杯。 但是洋基队的队员们也经历了同样的梦魇, 他们同样身心受创, 精疲力竭, 看上去也萎靡不振。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力量, 但是他们全力以赴, 打败了一个又一个队, 肩负着众人对他们的期望, 他们拿下了东区冠军, 继续拿下美国联盟赛冠军。 进入总决赛, 他们勇猛拼搏, 离总决赛奖杯只有一步之遥。 之前, 大家都不喜欢洋基队, 整个美国都不喜欢这支队伍。 我从小到大也一样讨厌他们, 但在这件事之后, 我开始喜爱洋基队, 他们拥有这些体育记者所说的秉性。 胜利是秉性决定的, 这些体育记者说, 他们对这种特质一看几名, 这是一种当事情和你的期望逆向而行时, 依然能够挖掘和寻找力量的能力。 就在第二天, 佩德罗·马丁内斯, 波士顿最出色但被宠坏了的投手, 就向大家展示了秉性的含义, 只不过它是个反面教材。 没有哪个队比波士顿红骂更想夺得美国联盟赛冠军, 自从圣鹰诅咒以来, 他们已经连续85年没有拿到总决赛的奖杯了。 当年红骂队的老板哈里·弗拉茨, 为了赞助百老汇的一部音乐剧, 将球队的忠实战将贝比鲁斯卖掉了。 他卖掉这名棒球界最棒的左撇子投手, 已经够糟糕了。 但更糟糕的是, 他将鲁斯卖给了红骂队的死对头杨基队, 鲁斯因此愤怒地诅咒红骂队无缘冠军。 杨基队从此走向巅峰不断赢球, 赢得了数不清的总决赛冠军。 与此同时, 波士顿红骂队却仅有四次闯入总决赛, 以及一些季后赛, 并不断输球, 而且总是以最悲剧的方式输掉比赛。 他们总是在极其接近胜利时功亏一亏。 后来, 他们终于又迎来一个打破诅咒, 打败对手的机会。 如果他们赢了, 他们就可以踏上总决赛的征程, 而杨基队则只能待在老家了。 佩德罗·马丁内斯就是他们的希望。 事实上, 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反咒过圣音诅咒。 然而在完美的开局之后, 马丁内斯开始失去领先地位, 并逐渐落后。 后来,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用球打了一名杨基队球员, 卡里姆加西亚, 并威胁要用球打另一名球员, 豪尔赫·波莎达的头, 之后呢, 还将杨基队72岁的教练, 唐奇默尔推倒在地。 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 杰克·科瑞写道, 我们知道在这个纪念性的下午, 我们在芬威公园会看到佩德罗对抗罗杰克莱门斯, 但是没人会想到他攻击贾西亚, 攻击波莎达, 攻击奇默尔, 即便是波士顿的记者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波士顿环球报记者丹肖内西问道, 你们现在会选择哪一个呢? 红骂队的球迷吗? 是就算很愤怒也依然保持镇定, 表现得像一个专业的周六夜赛选手, 为自己的球队赢得比赛的罗杰克莱门斯, 还是由于失去领先, 就像个小孩一样击打对方球员, 直指你的头, 再直指阳击队的捕手波莎达, 威胁说你是下一个的马丁内斯。 红骂队的球迷并不喜欢听到这些, 但是马丁内斯的表现确实很丢人, 让棒球运动蒙羞, 只因为他是佩德罗马丁内斯, 所以呢他没有受到惩罚, 而且红骂队管理部门 没有让他接受惩罚, 马丁内斯能不能勇敢地站起来一次, 承认自己错了呢? 像比利比恩一样, 佩德罗马丁内斯不知道如何忍受挫败, 不知道如何去深入挖掘, 将一场重大的挫折转变为胜利。 他又不像比利比恩一样, 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学习, 马丁内斯没有继续认真打球, 而是大发脾气。 后来, 洋鸡队赢得了那场比赛, 并最终以一场比赛之差赢得了季后赛。 这些飞机上的体育记者一致同意, 人的秉性是决胜因素, 但是他们承认自己并不理解这种性格特质从何而来。 我认为看到现在, 我们应该能想到它来源于思维模式。 我们现在明白有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它可以让人们沉浸于自己的天赋和特殊性当中。 当事情发展不顺利的时候, 人们就会无法专注失去水准, 将自己想要的也是全队和球迷非常想要的一切置于危险当中。 我们也了解到, 有另一种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人们从容地面对挫折, 为人们指出更好的策略, 并引领人们用最有力的方式行动。 等一下, 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 一年后呢, 红袜队和洋鸡队再次面对面对决, 谁能在七局比赛中赢得四场, 谁就可以获得美国联盟赛冠军进入总决赛。 洋鸡队赢得了前三场比赛, 博士顿红袜队屈辱的命运似乎要再次上演。 但是那一年, 博士顿向他们那些当家球星提出了警告, 他们卖掉了一名球员, 还想卖掉另一名。 这释放出了一个信息, 这是一个团队, 不是一群球星的组合, 我们要为大家努力奋斗。 接下来的四场比赛后, 波士顿红袜队获得了美国联盟赛冠军。 这是1904年以来, 波士顿第一次在联盟赛上打败羊鸡队。 这向我们证明了两件事, 第一, 圣鹰诅咒被打破了, 第二, 秉性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改变的。 好, 各位朋友, 那关于秉性这个概念, 你有哪些自己的认知或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关于秉性的更多故事, 让我们从处于巅峰期的皮特·桑普拉斯和他的成长性思维模式说起。 2000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 桑普拉斯正在向自己的第13座大满贯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如果他赢了, 他可以打破罗伊爱莫生的12次大满贯记录。 尽管桑普拉斯最终进入决赛, 但是他在比赛中表现得并不是太好, 而且要对战年轻强劲的对手帕特里克·拉夫特。 他对自己打赢比赛的概率并不是非常乐观。 桑普拉斯输掉了第一盘, 而且第二盘也面临危险。 他在抢7中1比4落后, 他自己都说, 我真的觉得冠军奖杯要溜走了。 这个时候, 麦肯罗会怎么做呢? 佩德罗马丁内斯又会怎么做呢? 桑普拉斯又是怎么做的呢? 威廉·罗登写过, 他会寻找一种理论让自己渡过难关。 桑普拉斯说, 当你坐在场边换边休息的时候, 想一想之前的几局比赛, 已经输了第一局, 回到场上拿下接下来的第三局, 还有时间。 你要反思一下之前比赛中的问题, 然后战胜这些问题。 突然间, 桑普拉斯连得5分, 之后又得了2分, 赢得了第二盘, 而且越打越好。 罗登说, 在做完的比赛里, 桑普拉斯展现了一个英雄具备的所有特质, 第一盘的失败, 临近失败的脆弱, 然后起死回生, 最终取得胜利。 杰西乔依纳科西, 谈到他最后一次, 参加市井赛时哮喘发作的情形, 他当时正在进行800米跑比赛, 七项全能赛的最后一项, 突然感到哮喘发作了, 他命令自己继续挥避, 没有那么糟糕, 你得继续前进, 你是可以完成比赛的, 哮喘不会全面大爆发, 你还有足够的空气, 你一定要赢得比赛。 在这最后的200米, 尽全力跑, 杰西, 他一直命令自己走向最终的胜利, 不得不说, 这是我最大的一次胜利, 想到这些比赛, 以及我经历过的起起伏伏, 如果我真的想得到冠军, 我必须振作起来。 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奥运会上,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腿部惊剑受伤, 迫使他退出了七项全能比赛, 他非常伤心, 他无法再去竞争自己标志性的比赛了, 但是他能不能参加几天后的跳远比赛呢? 他的前五跳告诉他, 他不能, 但是第六跳让他赢得了一枚铜牌, 比他的金牌还要珍贵。 这第六跳的力量, 源于这些年我受到的痛苦。 我将这些痛苦集合起来, 转变成为一次强有力的爆发。 杰西乔伊纳科西同样展现出了一个英雄具备的全部特质, 失落, 接近失败的脆弱, 之后起死回生, 最终赢得胜利。 这些不同人的故事讲述的都是同一件事, 告诉你究竟是什么促使你去练习, 当你需要的时候又是什么让你深入挖掘自己的能力并将它展现出来。 记得迈肯罗说过的所有让他输球的原因吗? 有一次是因为太冷, 一次是因为太热, 一次是因为他嫉妒, 一次是因为他郁闷, 还有更多次是因为别人让他分心。 但是, 正如美国网球运动员比利捡金告诉我们的, 冠军的标志就是在事情进展不那么顺利, 表现得不够好, 情绪不太对的情况下, 依然有取得胜利的能力。 比利捡金当时在纽约的森林山对阵玛格丽特·史密斯, 当时的顶尖选手, 金和他对打过十几次, 但是只赢过一次。 在第一盘里, 金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没有错过一次截击, 并曾一度处于领先地位, 突然间这一盘就结束了, 史密斯还是赢了。 在第二盘里, 金依然在一开始保持领先, 并应该可以拿下这局, 但是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史密斯再次获胜并赢得了最终的比赛。 起初呢, 金感到非常困惑, 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场重大比赛上如此领先过, 但是他后来恍然大悟, 突然间明白了什么样的人才是冠军。 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提高自己水平的人, 当比赛处于危急时刻, 他们能够突然拿出此前三倍的韧劲去扳回比分。 杰西·乔伊纳·科西也经历过这种顿武的时刻。 当时他15岁, 正在参加美国业余体育联盟青少年奥运会的七项全能赛。 能不能赢就看最后一场比赛, 800米跑。 他最害怕的一项, 他当时非常疲倦, 而且要和一名大师级选手竞争。 这名选手的记录他从来没有达到过, 而这一次他达到了。 我当时非常兴奋, 我想证明如果我非常想赢, 我就能赢。 这场胜利告诉我自己, 我不仅可以和全国最厉害的选手比赛, 我还可以用意志力驱使自己获得成功。 一直被称作世界上最杰出的女足运动员的米亚·哈姆, 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 米亚? 那足球运动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 米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坚定的意志。 他指的并不是天生的个人能力。 当场上11名球员想要撞倒你, 当你感到筋疲力尽或者伤痕累累, 当裁判对你不友好的时候, 你不能让这些事情影响你。 你怎么才能做到呢? 你必须通过努力学习做到。 哈姆说, 这就是足球最难的一方面, 也是我每场比赛以及每次练习时都要努力做到的。 此外, 哈姆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运动员吗? 不是。 他说, 但因为这种意志, 有一天我可能会成为最棒的。 在体育场上总会出现这种不拼命就会死的决战时刻。 运动员要么冲破这个关口, 要么一切就结束了。 杰克尼克劳斯, 著名的高尔夫球运动员, 在参加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的生涯中, 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时刻。 最后这一杆决定他能否得到奖杯。 你可以猜测一下, 他在这种情况下失守过几次呢? 答案是一次, 只有一次。 他就是心理战的优胜者, 这就是运动员在天赋不及对手的情况下赢得比赛的方法。 著名的篮球教练约翰·伍登曾讲过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 当伍登还是一名高中篮球队的教练的时候, 一次, 有一名球员因为没有入选一场重要比赛的阵容而闷闷不乐。 这名球员, 埃迪·帕维尔斯基, 恳求伍登给他一次机会。 伍登当时心软了, 伍登说, 好吧埃迪,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可以参加明天晚上对抗维恩堡的比赛。 伍登对他们说, 突然间我在想这些话, 是怎么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当时呢, 三支队伍正在争夺印第安纳州的第一名, 一支是他自己的队伍, 另一支就是维恩堡队, 他们第二晚将要对决的队伍。 第二天晚上, 伍登启用了埃迪, 他当时想, 埃迪最多也就能在场上撑一两分钟, 尤其是负责对抗维恩堡的阿姆斯特朗, 印第安纳州最优秀的球员。 伍登说, 埃迪真的防守住他了, 阿姆斯特朗当天得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分, 埃迪得了12分, 我们队伍的整体表现也是全赛季以来最协调的一次。 除了埃迪的得分, 他的防守、篮板以及组织进攻都非常棒。 埃迪此后再也没有错过板凳, 而且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都被看作最有价值球员。 我们谈到的这些人都拥有这种秉性,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很特殊, 或者天生就应该赢, 他们是努力奋斗的运动员, 懂得在压力下如何专注, 而且在必要的时刻能够实现超水平发挥。 好,各位朋友, 在体育界还有哪些这样的例子呢? 并还有哪些曾经这样的体验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分享。 保持辉煌 秉性能让人们冲向巅峰并保持辉煌。 达尔史卓贝瑞, 麦克泰森以及马蒂娜辛吉斯都曾走上人生的辉煌时刻, 但是他们却没能一直保持巅峰状态。 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私人原因或者受伤痛困扰呢? 是的, 但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冠军也有同样的问题。 本霍根曾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伤致残, 但他依然能让自己回归巅峰状态。 教练约翰武登说, 我相信能力会将人推上巅峰, 但是秉性才能让你保持巅峰状态。 你很容易因此认为自己可以自动打开秉性这个开关, 不需要任何事先准备, 但这其实需要你自身真正拥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 甚至在攀上巅峰后要比以前更坚韧。 你看到哪个运动员或队伍一次又一次的取得胜利时, 要提醒你自己, 除了能力, 他们还有秉性。 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看秉性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及成长型思维模式是如何创造出这种特质的。 斯图尔特比德尔和他的同事们测试了青少年关于运动能力的思维模式, 那些固定型思维模式者有如下观点, 你有一定水平的运动能力, 但你无法改变你现有的水平。 是否擅长体育运动要看你天生的才能? 相反, 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认为, 如果你更加努力, 你的体育能力永远可以进一步提高。 想在体育运动上取得成功, 你需要对技能进行学习并不断练习。 这些成长型思维模式者就是展现出最多秉性或者决心的人, 他们就是那些拥有冠军思维的人。 上述事实有什么含义呢?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体育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一, 成长型思维模式者认为成功来源于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事, 来源于学习和自我提高, 这也正是我们在这些冠军身上看到的。 杰西·乔伊纳·科西告诉我们, 对我来说, 体育运动的乐趣并不在于夺冠。 无论是运动的过程还是结果, 我得到的快乐是一样多的。 如果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或者觉得自己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 我并不介意输掉比赛。 如果我输了, 我只要回到训练轨迹上来, 接受更多的训练就好了。 这种想法, 认为个人的成功是付出最大努力做到最好的自己, 也是约翰·伍登的人生信条。 事实上, 他说过, 我们有很多很多场比赛都打得非常开心, 和我们取得冠军的那十次全国锦标赛一样开心, 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并几乎打出了我们的最高水平。 泰格伍兹和米亚·哈姆是有史以来最争强好胜的两名运动员, 他们热爱胜利, 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付出的努力。 即使他们没能获得胜利, 他们会为自己的努力而自豪, 但麦肯罗和比恩却不能。 在1998年的大师赛之后, 伍兹很失望自己没能像前一年一样获胜, 但他依然对自己排在前十名感到很高兴。 这一周我付出了我所有能够付出的, 我对自己的坚持感到很骄傲。 在英国公开赛之后, 他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有时候, 当事情进展不是那么完美, 或者你对自己的灰干不是很满意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得分让我感到更加高兴。 伍兹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他希望成为最棒的, 甚至是有史以来最棒的。 但是做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这一点更重要。 米亚哈姆告诉我们, 每次比赛或者练习之后, 如果你走下运动场时, 认为你自己尽了全力, 那么你永远是一个胜利者。 为什么美国人热爱他所在的球队呢? 他们看到我们是真正热爱这项运动的, 我们对彼此对每场比赛都付出了全部的努力。 面对那些固定型思维模式者来说, 成功就是确立自己的优越性, 目的就是这么单纯并简单。 要成为了不起的大人物, 比那些无名小卒更有价值的人。 麦肯罗说, 曾经有一次, 我承认我确实太自负了, 好像整个世界都装不下我了。 但是关于努力和做到最出色的自己呢? 麦肯罗却没有提到。 有些人不愿意反复训练, 他们喜欢直接上场表现, 另一些人则喜欢提前演练上百次, 我就属于第一种。 记住, 在固定型思维模式里, 努力没什么好骄傲的, 努力会让你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研究结果二, 成长型思维模式者认为, 挫折可以给人动力, 挫折可以告诉我们很多, 它是一记警钟。 麦克尔乔丹只有过一次想要不费力就取得成功的心态。 那年他刚从棒球界回归公牛队, 他后来也接受了教训。 那一年, 公牛队在季后赛被淘汰, 你不可能离开又回来, 还想继续称霸篮球。 从现在开始, 我将从身体到思想上都做好准备。 很少有人能够如此坦白, 公牛队在接下来三年里都赢得了NBA总冠军。 麦克尔乔丹接受自己的失败, 在他最喜欢的一则耐克广告中, 他说, 我有超过9000次投篮没有命中, 曾经输掉约300场比赛, 有26次人们相信我会投出决胜的一球, 但是我没有。 你可以确定的是, 在他说的这些比赛结束之后, 他肯定回去进行了上百次投篮训练。 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 杰出的篮球运动员, 他的招牌灌篮手法曾经被大学篮球比赛禁用, 后来精灵又被解除了。 很多人认为这件事会影响他的发展, 但是相反, 他花了比以往两倍的努力去训练其他投篮技能。 擦板球, 天钩, 转身跳投, 他从武灯教练那里吸收了成长型思维模式的思考方法, 并学以致用。 而在固定型思维模式中, 作者会给你贴上标签。 约翰·麦肯罗永远不能承受失败的想法, 更不能接受自己输给朋友或者亲戚, 这会让他看上去不再特殊。 比如,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双打搭档 与好友彼得·弗莱明输掉在夏威夷毛衣岛举行的赛事。 因为在此前的一局比赛中, 他输给了彼得, 他太希望彼得输了, 甚至不敢看这场比赛。 还有一次, 他在芝加哥举办的一次决赛中, 对抗自己的弟弟帕特里克。 他对自己说, 天哪, 如果我输给帕特里克, 我就完了, 我要从希尔斯大厦上跳下来。 失败就是这样驱使他的。 他1979年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上 打过混双比赛, 之后20年里却再也没有打过混双。 为什么呢? 他当时和搭档连输了三盘, 而且麦肯罗还失掉了两次发球, 他也是那天的比赛中唯一失掉发球的人。 他说, 那是最令人尴尬的时刻, 就这样吧, 我永远不会再打网球了, 我承受不了这些。 1981年, 麦肯罗买了一把漂亮的黑色莱斯保罗牌吉他。 那个星期, 他去看了吉他大师巴迪盖伊在芝加哥棋盘九郎的演出。 麦肯罗不但没有受到启发去学习与练习, 反而把自己的吉他砸了个粉碎。 另一个年纪轻轻就声名雀起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塞尔吉奥·加西亚, 同样有思维模式的问题。 失败同样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加西亚凭借精湛的技术和阳光男孩般的个人魅力, 像风暴一般席卷了高尔夫球界。 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版的泰格伍兹。 但是当他的表现下降时, 他的魅力也同样消失了。 他开除了一个又一个球筒, 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在他们身上。 他有一次责怪自己的鞋太滑了, 让他没接到一个球。 为了惩罚他的鞋, 他把他们扔了还踢了几脚。 不幸的是, 他差点打到一名官员。 这就是固定型思维模式者应对失败时采取的独特的补救方法。 好,各位朋友, 那在面对失败, 面对成功的时候, 你的脑海中又会产生怎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同分享。 掌控成功。 我们继续上一章的内容说一说研究结果三。 在体育界中, 成长型思维模式者掌控着自己走向成功以及维持成功的过程。 为什么迈克尔乔丹的球技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差呢? 由于年龄的原因, 他的体力和灵活度确实不如以前了。 但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他更加努力地训练自己的协调性和动作。 比如专身跳投和他最著名的后仰跳投。 他加入联盟赛的时候是一名灌篮好手, 而当他离开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给联赛带来最多惊喜的一名全方位发展的球员。 伍兹也是一样, 他懂得如何掌控这个过程。 高尔夫就像一个任性的情人, 当你认为你已经征服他时, 他一定会弃你而去。 著名教练布奇哈蒙说过, 在所有运动的训练中, 高尔夫挥杆永远没有练习到完美水平这一说法。 最可靠的挥杆动作并不是完全的机械重复, 要不断练习才能保持水准。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著名的高尔夫球星也只能辉煌一段时间, 不能长久的占据冠军的位置。 伍兹在2003到2004赛季就是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掌控走向成功以及维持成功的过程如此重要。 直到了这一点后, 伍兹的父亲便教授他控制注意力的方法以及球场上的战略。 在伍兹准备挥杆的时候, 他的父亲会制造巨大的声响或者扔东西。 这可以帮助他训练出不容易分心的状态。 伍兹三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已经开始教他对场上的管理能力进行思考了。 当他在数从后击出一球后, 父亲会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击球。 伍兹将父亲教给他的技能发扬光大, 掌控着比赛中的每一个部分。 他不断在球场上尝试哪种策略有用,哪种没用。 但他也有一个引导自己的长期计划。 我了解我的比赛,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知道如何得到我想要的。 和迈克乔丹一样,伍兹懂得如何让自己充满动力。 他将练习变成一种乐趣。 我喜欢练习击球,用各种不同方法击球, 以证明自己可以按照想法击出相应的球。 他还会给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 想象他将会挑战自己。 他只有十二岁,我必须刻苦练习。 他就在某个地方,他只有十二岁。 马克·欧米拉,伍兹的高尔夫搭档和朋友, 曾面临一个选择。 在伍兹这样非凡的球员旁边打球,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欧米拉面临的选择是, 面对伍兹的优秀,他可以感到极度和自卑, 也可以选择从伍兹身上学习。 他选择了后者。 欧米拉是一位很有天赋的运动员, 但他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潜能。 他的选择去掌控比赛, 改变了他的命运。 21岁时,伍兹赢得了大失赛。 获胜当晚,他抱着他的奖杯著名的绿加克入睡。 一年之后,他为欧米拉穿上了绿加克。 在麦肯罗嘴里,我们听不到掌控这个词。 当他处在巅峰位置时, 我们很少能听他谈到如何让自己保持巅峰的状态。 当他失忆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听到他自喜或者分析失败的原因, 除了四处责怪别人。 例如,当他在1982年的比赛中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时, 我们听到的解释是,发生了一些小事,让我好几个礼拜没有训练, 导致我这次没能夺冠。 麦肯罗永远将自己说成外因的受害者。 他为什么不能掌控比赛,去学习如何摆脱外因困扰, 在比赛中好好表现呢? 因为,那并不是固定性思维摩世者的思考方式。 实际上,他没有去和这些外因做斗争, 或者改善自身的问题,而是告诉我们他想去打团体比赛。 这样他就可以隐藏他的缺点。 如果你并非处在自己的巅峰状态, 在团体赛中你可以更轻易地将缺点隐藏起来。 麦肯罗同样承认,他在场上的情绪失控经常是为了掩盖自己因紧张造成的失常表现, 这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所以他采取了应对措施吗? 什么也没有,他希望别人去帮助他做这件事。 当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你希望其他人来帮助你。 这个时候我最希望自己在一个团体赛里。 其他人会和我一起并肩作战,还可以引导我。 或者,这个体制让我越来越偏离正轨,我越来越不喜欢他了。 他又拐上了体制了。 嗨,约翰,这是你的人生,有没有想过自己肩负起这个责任呢? 他没有。 因为在固定型思维模式中,你无法掌控你的能力和动力。 你指望你的天赋带你过关斩将。 当天赋做不到的时候,好吧,你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你不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人,你已经定型了。 已经定型的人,必须通过抱怨和责怪别人来保护他们自己。 除了掌握自己的人生以外,他们什么都可以做。 好,各位朋友,关于掌控成功这个话题,你有哪些自己的感想呢? 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分享。 成为明星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个明星,在球队中承担的责任比其他队员少吗? 他们的任务是不是只有展现风采并赢得比赛呢? 还是说明星要承担比其他队员更多的责任呢? 那麦克尔乔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乔丹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比成为一个明星要难。 凭借一位巨星的天赋,球队可以赢得一场比赛,但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联赛冠军,则要依靠团队的协作。 约翰伍登教练说自己在战术战略方面水平都一般,那么他是如何带领队伍赢得十次全美冠军的呢? 他告诉我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擅长让球员在一个团队中发挥好各自的作用。 比如我相信,我有能力让贾巴尔成为大学篮球史上最厉害的得分球员,我可以以他的能力为中心来强化整个球队的技能。 但是如果这样做,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时候,我们还会赢得三次全国总冠军吗? 不会的。在固定型思维模式中,运动员想要证明自己的天赋,这就意味着要表现得像一个明星,而不仅仅是一个团队中的一员。 但是,正如佩德罗马丁内斯的经历告诉我们的,这种思维模式与他们想要获得的成功背道而驰。 帕特里克尤英本可以成为一名篮球冠军。那一年,尤英在NBA选秀中被评为NBA状元,那是截至目前最激动人心的一次选秀。 纽约尼克斯用状元签选择了帕特里克尤英,之后尼克斯队就拥有了双塔阵型,身高2米13的尤英以及他们的得分中锋,同样身高的比尔卡特莱特。 他们本可以借此大战身手。尼克斯让尤英担任大前锋的位置,但是尤英对这个安排并不满意,因为中锋才是球星的位置。 而且,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进行外线投篮。如果他尽全力去练习前锋的技巧,结果会怎么样呢? 阿莱克斯·罗德里克兹是最著名的棒球游击手,在加入羊鸡队时同意负责三垒的位置。他必须重新对自己展开训练,但不久后他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然而结局不同的是,卡特莱特后来去了公牛队,尤英所在的尼克斯队却从未赢得冠军。 还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基销恩·约翰逊,另一位极具有天赋的橄榄球球员。他热衷于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在一场比赛前,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和对方球队中的一名明星球员时,他回答:"你在用闪光灯跟一颗星星做比较。闪光灯的光芒一闪而过,但是星星却在空中永远闪耀着光芒。 他有团队协作精神吗? 我是一个团队中的一员,但首先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必须成为橄榄球界的第一名,而不是第二或者第三。如果我不是第一名,我对你就没什么用,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鉴于他对团队协作精神是如此理解的,约翰逊后来被纽约喷射机队卖给了坦帕湾海盗队,后来又被海盗队撤销了比赛资格。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球星在比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会说:"我们!"他们是团队中的一员,而他们自己也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而另一部分球星会说:"我!"他们将队友和自己的角色分开,把队友看作有幸在自己身边沾光的人。 你要知道,每一项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团体运动,没有人可以孤军奋战,即使是在个人比赛项目中,例如网球或者高尔夫球比赛。 出色的运动员都拥有自己的团队,教练、陪练、球童、经纪人以及顾问。 我看到开放水域游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戴安娜·奈德的试迹后,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 什么项目比游泳更需要依靠个人独立完成呢? 好吧,也许你认为你需要一条小船跟在身后保证自己的安全。 奈德开始自己的计划时,开放水域游泳男子和女子世界纪录都是96千米,奈德想达到160千米。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训练,他准备好应战。 但和他一起出征的是一组工作人员,包括引路员,负责观察风向和水流检测障碍物。 潜水员,预防鲨鱼袭击。 美国宇航局专家,引导他摄入营养和培养他的耐力。 他每小时就需要摄入1100卡路里,全程中却整整减掉了13千克。 还有陪练员,他们能通过谈话帮助他克服游泳过程中无法克制的发抖、恶心、幻觉和绝望。 他最终的记录是165千米,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记录史册的是戴安娜·奈德这个名字。 然而在背后却是另外51个人和他的共同努力。 好,各位朋友,那对于团队运动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观点。 倾听你的思维模式。 运动员在年轻时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模式。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想法。 2004年,艾西斯提尔斯是一名大学篮球明星。 他有1米98,是杜克大学女子篮球队的前锋。 他将他父亲,拳击手詹姆斯提尔斯的照片贴在自己的储物柜上随时激励自己。 但他并不是将这张照片中的父亲视为自己的榜样。 体育记者伯恩斯坦说,他贴这张照片是为了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变得像父亲一样。 快拳提尔斯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名拳击手。 1981年,他参加了世界重量级拳王争霸赛。 1985年,他参演了电影《紫色》出演一名拳击手。 1986年,他成为第一个与迈克泰森打满10个回合的拳手,但他从未获得过冠军。 埃西斯提尔斯当时是一名大四学生。 他说,今年我应该拿下全国冠军,我觉得我可能会失败。 我觉得我可能再倒退,最终会成为爸爸那样的人,一个无名小卒。 他患上了大人物小人物综合症。 如果我赢了,我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如果我输了,我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提尔斯也许有理由去生他父亲的气。 他在他小时候抛弃了他,但是这种错误的想法却拦住了他前进的路。 也许在大学女子篮球赛中,没有人能像提尔斯这样同时拥有身高、技能、速度以及洞察力。 波恩斯坦说,然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提尔斯比不上全美排在前两名的球员。 康涅迪格大学的戴安娜·陶勒西,以及杜克大学的阿兰娜·比尔德。 提尔斯总是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实力。 当人们对他寄予厚望并希望他表现得更为出色时,他感到非常沮丧。 我感觉我必须在场上拿下三双或者360度转体扣篮,也许这样人们才会觉得, 哦,他打得还不赖。 我认为,人们并不是强迫提尔斯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想,大家只是希望看到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希望他可以提高他需要的技能,达到他的目标。 担心自己会成为无名小卒,这种思维模式无法帮助他调动积极性并保持冠军位置。 提尔斯应该对他父亲努力争取的做法感到钦佩,而不是因为他没有拿到冠军而鄙视他。 这对他来说可能很难。 能否成为大人物,不是由胜利和失败定义的。 了不起的人,是那些可以倾其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埃西斯提尔斯,如果你可以尽全力奋斗,不仅在比赛中,在训练中也一样,那么你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人了。 下面来看另一种思维模式。 身高1米92的坎迪斯帕克,当时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就读于芝加哥附近的内博维尔中央中学。 他即将加盟田纳西大学,成为传奇教练帕特萨米特手下的一员。 坎迪斯的父亲不同于提尔斯的父亲,交给了他截然不同的理论。 如果你努力去做一件事,你就可以中瓜得瓜,中斗得斗。 几年前,坎迪斯的父亲是他所在球队的教练。 在一次巡回赛上,他对坎迪斯发了脾气。 他在比赛中不积极抢篮板,总是在外围篮散地偷篮,而不是利用他身高的优势去篮下打内线,也没有积极防守。 现在回到场上去努力打。 后来结果如何呢?坎迪斯在下半场比赛中得了20分抢到10个篮板球,他们击败了对手。 他当时给我施加了压力,我知道他是对的。 坎迪斯现在可以给自己施加同样的压力了。 他没有满足于做一个明星,而是不断寻求自我提高。 在接受了膝盖手术回归球场后,他知道自己应该去锻炼哪些方面了。 对时机的掌握、意志力以及呼吸节奏。 当他的三分球投得不好时,他让父亲到体育馆陪他练习。 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你都不能保证什么东西是永远属于你的。 几周后,思维模式的预言就应验了。 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很可惜,提尔斯的球队在冠军赛上被淘汰。 第二件,坎迪斯成了第一个赢得寇兰大赛的女球员。 他打败了五名男性对手。 秉性、决心和冠军思维这些品质,成就了杰出的运动员。 同时,他们也来源于成长型思维模式。 其核心在于自我发展、自我激励和责任感。 尽管那些优秀的运动员也很争强好胜,想得第一。 但他们的杰出并非来自于固定型思维模式下强烈的自我意识。 也并非来自于大人物、小人物综合症。 很多具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运动员可能都拥有些天赋。 但是你知道吗? 正如约翰伍登说的,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名字我都已经忘记了。 有没有哪项体育运动你认为自己很不擅长呢? 好吧,也许你确实不擅长。 但也许事实不是这样。 在努力之前你是无法知晓答案的。 很多世界顶尖运动员在一开始表现的也不是那么好。 如果你对某项运动有热情,去努力看看。 有时候,具有特殊的天赋也是一种诅咒。 这些运动员可能会陷在固定型思维模式中,无法很好地应对挫折。 有没有哪项运动对你来说很容易,但是有一天你碰壁了呢? 试一试成长型思维模式,再去努力一次。 秉性在体育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来源于成长型思维模式。 回想一下你需要潜心应对的艰难的比赛时刻。 想想这一章里我们提到的这些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冠军是如何应对的。 想想你下一次在必要时刻如何确保自己用成长型思维模式去思考问题。 成长型思维模式的运动员不仅能从胜利中体会到成功,在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中也可以。 你越这么做,体育运动对你来说就越会有意义。 对那些和你一起运动的人来说也是一样。 好,各位朋友,那关于成长型思维模式对体育运动的影响还有哪些呢? 还有哪些例子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 本期听书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在爱上听书首页可以找到终身成长的全系列播放清单。